好,我们催化完了生,这两个是一对,前面说了 杂话,生不来也 其实这块真的不太好解释了 但是呢,上面地,下面风 风如果是在地上,那就是一些小草 扎根的,它就往上生长 还有一个话叫晋升的晋 那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 那个就是阳光曝照 这个是层层地阶 那这个显然看上去就没有那个 感觉到更光明,格局更大 好像地位就比较低 那的确上面是昆,下面是迅 全都是柔顺的 它升呢,就比较慢 但比较谦虚,那不断的事 我们来看看吧 说圆亨,一开始就是好的 这种的就很难得,甚是山中 我们知道初心开始最重要 那开始好了,后边就亨通 只要你结果守的证 能善后,考虑的周全 那就问题不大 历见大人,历见大人就升官了 有希望了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像南征集 这个逊也主东南方向 那出了一个火,是南方 那么就是 一个是东南,一个是西南 中间就是南 整个南的偏东偏西 这个方向吧 都是好的 那初六 按道理这个不当位 却突然急了 这个就有点苦恼 那 他很卑微 但是他顺从 两个羊腰 能衬托这个 那整体来说 就把他带上去了 他又是卑微的 这个羊腰又 同时也听他的 因为三个腰当中 一个阴 那么就多数服从少数 我们一经就是这样 无以习为贵 三个就是这样说的 那么九二 说这个集中解证 一看就是好 说这个福啊 有人说是俘虏 有人说是诚信 总之呢 他手中正 就可以 继续前行 是没有关系的 上面又有相应 底下又有衬托 可见这个虽然 不当位 但是也是很好的 因为这每一个挂词啊 他总是东一句西句 所以我们没法连续去给他解释 很难深入前处 那九三呢 这个声已经到了顶端 其实最底下 还是虚空的 这个风啊 再怎么样 底下是空的 仗着这个穴 这个风 才能空穴来风 是这个意思 现在老师解释的想法 那所以说呢 你生了虚名 你看似当位 又有相应 但你已经到了顶端 你再想继续生 因为整个环境 它是要生的嘛 那就越来越虚空了 当然了 这个义还有说是 代表外地 义乡人 代表农村人 所以你看这个挂 就很难理解 六四 那他生完了以后呢 就安于现状了 诶 能成羊之上 但是他当位 很享受这个状态 那九五呢 那六五 他不单位 有享受既有的成果 但是整个 他是一个困卦 所以还是比较柔顺的 还能想到军委的福 上六 就名声按将了 实际上 你想要达到这个状态 要不停地努力 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